9月12日起 中天綜合台 最新一季 中国好声音寺 洪秀柱再开政策记者会 力挺紧销 护理师还有流浪教师的问题 其中对于辛苦的护理工作 洪秀柱承诺一护比 将追上日本以及欧洲的标准 我的目标 两年内 达到跟日本相同的护病比 1比7 而四年内 达到跟欧洲的相同的护病比 1比6 我们在这边承诺 终结血汗 对外传蓝营的立委 被地方党部交代担任儒主 掏包包动员民众采购道具 这传言可惹毛了助助姐 我提出严正的抗议 对不起 我完全没有听到这个消息 根据国民党的内部民调 洪宋两人只相差一个百分点 对宋奉刺 国民党就会做假民调了 助姐火力再全开 不要忘掉他曾经做过 国民党的秘书长 因为我们当然要以这个 大家认为 目前民调最高的 作为自己努力 充斥超越的一个目标 周選会估计2016大选 将出现107万的首投足 虽然比起了2012年120万小幅的减少 但洪秀柱继续力推政策 跟年轻选票有关的护理师过来 还有流浪教师 洪秀柱做出了承诺 只是对于基层援警 关系的组公会问题 洪秀柱则认为事关重大 还得仔细评估 记得郭鲜阳 朱贤明 XQ小组 台北报导